Block No.4 封鎖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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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去 拿去 1986年4月26日清晨 当时仍隶属苏联乌克兰的车诺比核电厂 依此因反应炉设计缺陷 及操作人员训练不足 导致4号反应炉突然爆炸 大量放射性物质释放到空气中 成为人类史上第一个 也是最严重的核灾 方圆30公里 有10万多居民被迫撤离 核辐射污染云层甚至向外飘散 前苏联以西 整个欧洲 包括不列颠群岛和北美东部 故意信念 这是人类自二战后成功打造核反应炉 随即进入商业化核能发电模式后的急速反转 尤其是1970年代 因经济高速发展所引发的电力需求 遇上了能源危机 如雨后春笋冒出的核能电厂 才正要在全世界遍地开花 车诺比核灾 却顿时让所有人都急踩刹车 其中也包含了德国这座 位于杜塞多夫北边 占地135英亩的SNR300核电厂 罗特曼是2015年9月刚退休 全城见证这座核电厂 从生到死再重生的资深员工 因为长期负责安全工作 必须随时巡视 每座机房各处角落 所以脖子上总是挂着这一大串钥匙 在他记忆里 核能电厂曾经是卡尔卡尔当地 社区发展的希望 于是德英法和比五国合资 共同催生了这个核电厂 也说好日后发出来的电 五国共享 然而历时12年的建造过程 核电厂本身一直受到挑战 除了德国当地频发的天灾 打从核反应炉就定位 就不断有民众示威要求停建 最大的粮场甚至吸引超过五六万人 足足是当地居住人口的三四倍 但反应炉最终仍照表定时间 1985年在没有放入任何右棒的情况下 试运转 隔年车诺比核灾发生 所有一切嘎然而止 废弃的核电厂该怎么办 前有人提议 往地下挖600公尺 把这些设施和反应炉 移至地底继续发电 但技术上不可行 也有人建议改成其他发电厂 注入以油或天然气为主的 火力发电厂 但因地处莱茵河畔 挖任何管线都会影响莱茵河 最终也遭到排除 直到1995年 荷兰商人Hennyvon de Most 以3到500万德国马克买下 大展其旧屋翻新的魔法 这才让核电厂变身 成家庭式游乐园 对当地人来说 这里过去15年都被视为禁区 除了工作人员一律禁止进入 突然间开放 还欢迎荷家光临 使难接受 于是经营团队决定从外界 一眼就看得到的地标物 冷却塔着手 外墙漆成蓝白色的雪山 铺上攀岩小镜 内部也大变身 要营造出不同于一般乐园的全新体验 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 核电厂冷却塔内部 是什么样的模样 我们带您来到卡尔卡尔乐园 52公尺的冷却塔内 现在这里已经搭起了垂直荡鞦韆 而由于空间的关系 据说在这里尖叫 会比空旷场地要高出好几倍 我们采访这一天 德国大雾 乐园刚进入冬季修馆 寒风格外冷烈 这就是河天潮的冷却塔的样子 不得不承认 旋转过程让人全神发抖 但定睛看 这些周围单调的格子 其实壮观且富有美感 另外那短暂钻出塔顶的片刻 还得以360度总览当地全 作为一个家庭式乐园 确实急剧卖点 但这仅仅是整个园区的三分之一 多数厂房 包含这座盒子反应炉 原始存放的建物 至今人气质如废墟 等待华丽变身 你需要很多钱 你需要很多能量 有很多能量 有很多能量 有很多創意 在你的心中 再建设它 也需要政府帮助你 在你住的地方 当你住在河岛 当河岛的河岛 会说 我们不想做任何事 我们不帮助他们 你不可以做任何事 年近60 夫妻俩都在这工作超过20年的总经理 Hung Global Bank 谈到一手催生的乐园满是骄傲 且一路走来 他所打造的多功能会议中心 结合饭店和餐厅酒吧 早已让这里转亏为盈 每年吸引至少60万 来自德河比 甚至欧洲其他地方游客 前来造访 他说 当欧洲掀起费核风潮 卡尔卡尔确实已成为一种典范 不少人企图复制 但就连临近奥地利当地停建的核电厂 迄今都未能有任何积极作为 他们可以拆拆它 如果他们有其他建筑 但它是一个问题 做到核心核草 我认为这真的是一个问题 做到我们的一样的事情 因为当你有核心核心 它是不可能 重新核心核心核心 它承认 现在来乐园玩的年轻人 9成5以上都已经完全不知道 卡尔卡尔乐园 过去曾留有核电厂的协议 而这间将当年 经济备用的柴油机房 改装成的博物馆 如今也只剩老人家 还愿意花时间进来逛 他们努力把这里变成 孩子们愿意亲近的环境教育场 但不可否认 里头的气氛 每年只有到万圣节 才能博得青睐 至于外界质疑 曾经是核电厂的乐园 用电却是向其他核电厂购买的 总经理也只能摸摸鼻子说 要达到自己自足 确实得按部就班 我们想要有几个风格 對卡爾卡爾來說 這無疑是一趟奇幻里程 在城市發展中 不斷摸索可能的選項 最終在對核能的擁抱與背棄中 寫下了童話故事般的結局 而這樣的美好際遇 他們也期待分享給全世界 讓每座廢棄核電廠 能享有再生的權利